RN的同学,大家好,写作技巧,最后要帮同学介绍的是 副词子句如何的灵活运用它 基本上,副词子句是随时可以添加的 那么它添加的一个思考方向,就是看主要子句的内容 所以它的位置有两项,一个是放在主要子句的前面 像这个例子,When you see John,当你看到John的时候 Please tell him the news,请你告诉他这个消息 那这个就添加了时间的一个副词子句 就是你告诉他这个消息,就是什么时候告诉他 你碰到他的时候 第二个,可以放在主要子句之后 He works overtime, overtime就是加班,超过时间工作 就加班,好,加班,他为什么加班 加班一定有他的目的 所以后面马上就可以添加表目的的副词子句 so late就翻成以便 所以复词子句的添加,完全是看主要子句的内容来做添加的 这个最好用,一定要学到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第一个,as far as I know,这是额外加进去的 表示程度的 as far as I know,就是就我所知的意思 固定的写法,可以给他背起来 Julia made her living 这个Julia make her living就是磨生 是过生活,过日子 英文就叫make her living 那后面加了一个片语 来说明磨生是以什么身份 这个as就是以什么身份来磨生 就是做什么行业的意思 as a writer 以作家的身份来磨生 也就是他靠写作来赚取生活费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 主要子句就在这里 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这就是主要子句 在什么条件下会有成功的希望 马上补上一个 副词子句 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所以呢 成功是给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 那么 现在把答案 副词子句先写吧 只要这是连接词 我们用so long os o 这边打错了 so long os 再来写主词 连接词前面 一定要写主词 我们 再来写动词 hen on 就是坚持下 这个就复持子句 这后半段就是主要子句 不要忘掉了 主要子句一样有主词 有动词 后面可以接补语或者是受词 但是如果中文没有主词 一定要补上去 谁 谁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 前面有了 后面补我们 we 会有 就是将会有 we will have 成功的希望 你不能照字面上翻 说 successful hope 这个就不对了 好多同学都照字面上翻 就变成了 successful hope 这个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成功的希望 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抽象的概念 我们英文啊 几乎都会用这样子的写法 交叉 翻译的 先写希望的hop 什么希望 of success 这个才是真正的答案 we will have the hope of success 这就是成功的希望 记住 抽象的概念 一定要用 the 加名词 再来off 名词 要交叉的语法 这个才是正确的 特别留意 这个重点 第二个 虽然它有一些缺点 但它带来很友善 前面是 表示让步的 副词词句 虽然 我们先给它完成吧 先写连接词 虽然 do 主词 t动词 配置 一些缺点是 defect 这是前半段的 副词词句 那后半段就主要词句 主要词句 有没有连接词 没有 所以这里的但 绝对不能写 因为 主要词句 是 没有连接词的 这个但 是多余的 中文 可以 但是 英文 是不行的 后面 主词 写出来 he 动词 对待别人 是 he treat 别人 就是 others 好了 后半段 很友善 就是讲 对待 别人 所以呢 对待 是动词 因此 很友善 要写 副词 不过 同学 写到副词 老师 友善 就是 friendly 这个不对 为什么 友善 friendly 这个是 形容词 不是 副词 副词 是用 kindly 这个才是 我们的 副词 那同学 可能要讲说 老师 我要用 那个 副词 要怎么写呢 英文就要用 in a friendly manner 这个才正确 以很有善的态度 来对待别人 好了 有关于写作 技巧 最后一个 副词词句 老师就讲解完毕了